字幕 exaction 現在不荒不荒過大海了 水要來喝的 浪費了這些 嘩 這麼涼的 你跑回來不熱嗎? 熱死我了 還不開冷氣 現在是二十幾度而已 除了冷衣開一下空試就行了 開冷氣換對全球暖化破壞生效環境 當然是看一條影片吧 看一看 Cub was falling back and at one stage the mother turned and tried to defend but the male basically just ran straight past her and in the end the cub dived into a little pool and the male was in straight after the female actually jumped in there as well but it was all too late the male had the had the cub 原來開冷氣對北極紅和生態會有這麼大影響的 除了北極生態受影響之外 還有極端天氣 我們應該愛的環境 嘩 這麼小的 先關燈 先關燈 唉 麻煩了 拿一張紙巾來才行的 在哪兒啊 小的那格 嘩 這裡嗎 是啊 咦 沒什麼來的 什麼東西啊 接下來是性格陸商中嘛 哇 黃色蜂蜜哦 不行嗎 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科D班的黃玉田 很快又來到一年一度 由學生輔導組舉辦的性教育雙周 今年的性教育雙周 我們安排了以下活動 兩個星期之前 大家已經將與感情或性有關的問題寫下 交給我們 在性教育周會入面 由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姑娘為大家解答 高中的性教育周會安排在12月5日進行 而初中的性教育周會安排在12月12日進行 另一方面 在12月8日星期四下午 中三會在課室進行性在有外性教育工作坊 而在12月12日星期一的上午 中五會在課室進行 寧缺密覽性教育工作坊 同時我們亦與視覺藝術科合辦了 中二級性教育雙周書簽設計比賽 以下是歷年得獎的作品 大家可以細心欣賞 希望各位同學能夠踴躍參與 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學習 正確負責任的性態度和性價值觀 大家聖教育雙周見 經常看過這麼奇怪的書 所以叫你介紹好的書都沒有 你們想看什麼好書 我新人可以介紹給你 真的嗎 是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2E班的鄭謙文 我是2E班的李心琦 咦 心琦 你知不知道 木香瓊是吃什麼的 我不知道 那我就推薦你看看這本 自然解剖書吧 這本書是說什麼的 它裏面有提到 木香瓊是行裏面最大型的 有此暴雨類動物 可以下潛 數千公尺深去暴食大環烏冊 嘩 真是好厲害 再看看下一頁 可以還有介紹池塘的生態 池塘裏面的生態豐富 全部生物可以分成三個族群 生產者 消費者和分解者 真的很深奧和有趣 是的 話說他的書名和解剖有關 為什麼完全沒有看他提過 跟解剖有關的內容 那你就錯了 你揭口看看 他後面有提到水墓的解剖構 還有你不覺得水墓 經常給人一種很神秘的感覺嗎 是啊 尤其是他神奇的身體構造 真的給人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嗯 的確 你看旁邊他還有介紹不同品種的水墓 話說你知不知道 我們平時吃的零食 很多都是由海底的植物造成的 嗯 例如呢 例如我們最喜歡吃的零食 紫菜就是由海底的一種生物 叫海棗造成的 看看這個個型海帶 每天可以長一兩公尺 可以長到超過三十公尺長的 是啊 原來不說不知道 海棗是有益健康的超級食物 不單是含有鈣 甲 維生素A和維生素C 還有對人類很有益的點 咦 原來海棗還可以製成海棗面膜 你灰漿肯定很漂亮 是不是真的 珍珠也沒那麼真 咦 你不覺得這幅畫的策畫也很漂亮嗎 是啊 他竟然還有教我們怎樣畫寫意風景畫 嘩 那不如我們下次一起出去畫畫 當然好啦 今天的好詩推介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嘩 這麼多東西 是啊 讓我們一起看多些書吧 喂 你不打算收回東西嗎 好啦 當然買回它 好啦 我們幫你啦 好嗎 好嗎 I'm Leon from Class 2B I'm Jyoti from Class 2B This morning we're revising computer vocabulary Jyoti, why do people surf the web? People can use the internet for recreation purposes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or watching videos on YouTube People can also use the internet to find information using search engines such as Google and for communication through email, Skype, and social media like Facebook and Instagram That's right, but remember not to surf the app for too long everyday Otherwise, you're likely to become addict to the internet Yes, I think many students in Hong Kong nowadays are addicted to the internet and their mobile phones That's true, when they become an internet addict It means that they cannot stop themselves from spending too much time on the internet Let's recap the vocabulary Surfing the web Recre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Becoming addictive to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phones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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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